Hello 各位YT的直播朋友大家好 我是作恒 今天来帮这个新话代班 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满满两个小时 要给您最新的新闻重点了 好 我们先要来关心呢 就是震惊各界啊 这个新北市的一岁男童 遭到虐死的案件 那么当然现在检调 也在持续的追查当中 只是呢 这当中就要约谈 这名陈姓的女社工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画面上呢 这女社工哦 她被检调带出来的时候呢 她其实手是被上铐的 就是这样的画面 现在也引起了讨论 因为很多人就说 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 违反比例原则了吗 因为现在其实也都还在调查当中 那么在今天呢 台北市警局也在压力之下 来召开了记者会了 同时呢 这个带队的这位侦察队长 遭到继身解职 对不起那个男童啊 就是这一幕一岁男童 遭虐死案 陈姓女社工被移送 注意看她手上这副手铐 引起民间团体群情激愤 撑起社会安全网的社工 怎么遭受如此对待 警方遭质疑违反比例原则 警察局长轻上火线说明 依照这个台北地检署核发的这个居票 依法是可以做上抗 那但是就是说对于使用借据的部分 如果没有这些脱逃或者是自伤自残 那审酌这个案件的话 倒是可以做一个衡量 强调依法行政没问题 但带队的侦察队长遭乘处又是什么逻辑 民间团体认为社工全程配合 没有攻击或脱逃倾向 质疑警方使用手铐的正当性 目前包括司改会 立新基金会 新路基金会等 超过100个民间团体连署抗议 批评检警行为嗜血猎污 让社工觉得很像是猎污式的一个 一个解送的过程 其实对这个整个社会的案例没有帮助 也对侦察的这个效能没有帮助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辱这个社工 就是其实社工界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是有这样子的原因 社工案发后自责睡不好 也有进行心理资商 可能担心他情绪激动有自伤疑虑 警方也有拘票才会上口 前检察官国民党立委吴宗献也指出 依照过往经验 因为社工设犯伪造文书 若检察官认为 他有灭证篡证可能合罚居票 警方上口并没有违反程序 到底该不该上口 警戒法界看法不一 台北市警局将这起事件 列为教育案例加强训练 上口与法有据 也要顾及人权 台北市警局博定华 SNG小组台北报道 确实关键点现在就在人权的争议上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 他们也掀起了正反两个意见 首先呢是有人就认为说 确实警方有权力上铐 那么当然可是不要把这个手铐 就这样大拉的 拉的亮相出来 可是也有人认为说呢 这似乎已经违反了比例原则 何时上口才正确 过去在基隆曾发生 迟到砍杀女友案件 当时嫌犯被上铐送办 台北市的KTV 有两派人马虎看不顺眼 打起来被一剧中斗欧罪送办 嫌犯同样双手被上铐 而新竹一名犯下连续偷车案的 窃贼则是反手上铐 新北市的土地公庙被偷 窃贼不用上铐 直接带回派出所 似乎案件类型不同 做法也不一样 但有些人认为比例原则很重要 而嫌犯的射精定位也有差 如果是公众人物 比较不担心对方落袍 你给他上手铐的话 给外人的看法 只是你执法机关的无情而已 你应该要审着 这个人看会不会跑跑 他是有正正当当的工作 他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警方其实不用担心他会跑掉 解交到地检署之前的正当期间 有需要公开的部分 我可能也只会用外套看出他的手 也还乐在被法院定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在乎他的名誉 根据借据规定实施办法 依法局题 逮捕解送人犯都得将被告上铐 也就是有权利上铐 但要符合比例原则 保护嫌疑人的名誉 避免把手铐等等戒据曝露在外 而嫌犯也能提出要求 双手盖外套或戴安全帽 觉得做法不恰当 也能对警方提告 执法过当或妨害免疫罪 但也有法界人士认为 如果在乎社工和警察造成对立 就不依法上铐 反而才是不正确的 立场不同 解读方式也差很大 TV新闻 蔡美轩在麦台报导 好 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 会不会觉得说 有点同情这个社工呢 但是凯凯的死 确实也让大家有 非常多的讨论面向 包含像是这个保姆的制度 是不是在我们订定上呢 也有些失灵的部分 不过我们今天呢 就要把问题来持续的聚焦在 刚刚我们看到说 这个到底社工刚刚被上铐 这样的动作合不合理呢 我们要请教的是社会记者李洁 到我们现场 李洁好 晚安 大家跟朋友晚安 好 没有错 我们李洁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像这个刚刚我们看到 就社工的部分嘛 那你们自己在跑现场这么久 会看到说平常警察 在这个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衡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其实到底能不能上铐 其实在昨天这个 整个画面曝光之后 其实真的是让人蛮心寒的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整个案件 其实真正的这个加害者 是那一队的保姆姐妹俩 但是呢这个社工 他到底有没有因为疏失 而卷入这个案件 导致说他自己也被立为被告 甚至呢也被上铐 当时他从这个警局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呢这个画面 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疼 只是我们来看 到底上铐还是不上铐 这个问题呢 可能就要从法律来看了 那其实呢 当时检察官是有发出拘票 来拘提这一名社工的 只是呢如果从法律来看的话 就要看 警方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 侦查不公开的这些原则 以及一些逮捕 具体解送的一些实作办法 是确实是可以让他上铐 只是呢在上铐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细节要注意 就是当我们在采访现场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的嫌犯 确实是有上铐被带走的 但是呢通常都会用一些 可能外套啊 或是衣服把它盖住那个手铐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 这个铐具的部分 不过我们来看 诚信社工 他其实是在整个案件当中 真的是觉得心情非常的煎熬 他的父亲是一名这个牧师 他从小呢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 但这次却因为涉及 这个过失致死 未造文书而被列为被告 就有很多的网友 来对这个状况来做 有不同的想法 有人说呢 社工他被搜索 被带回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 他们这个联盟的人来陪同他 都是他独自面对的 难道出事就是社工要扛责任吗 社工的价值瞬间被毁灭 甚至也有人说那一晚 仿佛是一起被上铐 只是呢 他工作这个儿童福利联盟 他们的长官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第一天的记者会当中 他们的这个董事长林志佳 竟然呢面对镜头 就说要求这个社工呢 要勇敢的面对社会 勇敢的配合司法调查 身为第一线社工的长官 竟然在这个时候 说出这样的内容 难道是想要切割吗 其实也可能是让这个社工 感到非常的心寒的 那么曾经在这个 目前是在这个民进党担任 这个新媒体政务的副主任薛顺文 他就有表示说 他其实过去也接受过 四年的社工训练 甚至呢曾经投入社工的工作有半年 但是有两个案件 让他就从此之后 不再做社工的工作了 第一个案件呢 就是当时呢 他服务的一个个案 一名小女童呢 他的私密部位 是有严重的撕裂伤的 而当时呢 警方到了医院之后呢 发现原来这个涉案人 竟然是女童的父亲 在整个案件当中 让大家都非常心痛的时候 这名女童竟然是 还为父亲来求情 整个状况也让他觉得 是心里相当的不舍 而第二个案 竟然是他曾经服务的个案 但是当下 其实并不是他上班的时间 而其实这个个案 也不是他后来服务的范围当中 他就那个男 那个他服务的个案 就请他说 哎可不可以载我去一个目的地 没想到呢 他送他到目的地之后 这个个案竟然是要他来开车 帮他来运送毒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社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呢 社工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 碰到这样的案件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发生 也因此呢 也有人提到说 像这样子 社工确实是可以保护孩童 免受于一些 非常严重的一些攻击 或者是一些虐待 但是呢 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社工并不是 最主要的虐待原因 确实刚刚李卓有提到说 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用急着猎屋嘛 那现在这个我们在线上的 直播观众朋友 也确实大家意见都非常的不一样 像是呢 有人就认为说 交保金要30万也不合比例的原则 那有人就认为说 这是整体的制度上有问题 还有人也说 都已经抓到警察局了 是不是就真的不用戴手铐呢 也有这个是另外 我看一下哦 观众朋友有提到说呢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上号也是警察的权利嘛 所以现在这么多 大家的讨论意见不同 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 还要讨论一个点呢 就是到底哦 这社工是谁聘起他的 这制度上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因为大众呢其实也很愤怒的是说 他们一开始协助的俄伏联盟 他有相当多的资源 但是这个资源有确实好好利用吗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俄伏联盟 他们的资金其实非常的守候 就光是他们的资产呢 就已经高达了45亿 那么在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社工他们虽然说有通报 那真的是只有社工一个人的责任吗 其实当他通报之后 他的长官他的督导 他包括一连串的 他负责的这个社工的一些 像的长官们 难道都没有注意到当中有问题吗 为什么把责任都推给这个社工呢 我们来看他们其实在第一时间 他们的董事长跟他们的这个执行长呢 都有出面来开记者会 但是在记者会当中呢 他们的一举一动 却是让非常多的民众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首先我们来看就有人只提到说 他们的这个董事长跟执行长 竟然是面对面的苦笑 那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还可以笑得出来 那我们来看他们说 他们有出面来说明 那到底又说了什么内容 从黄色的字可以看到 他说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负起责任 那说要负起责任 却没有说任何具体该怎么负责 接着他们也说呢 我们会公开透明的来给大家 但是呢 当面对记者不停的提问的时候 问到关键的细节的时候 又不断的打断记者 而是刚刚也有提到 他们也有提到说 社工一定要独自的 那个勇敢出来面对 那到底是这个时候来切割 难道是要这个社工独自的 来面对这个社会大众吗 那曾经在这个儿童福利联盟 担任九年志工的这个 呃 桑标柳飘飘呢 他就有特别的发文 他就说他真的不懂 他们这两位 到底在这个时候是在笑什么 没有做好准备就来开记者会吗 身为孩子的守护者 却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 其实呢 也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个儿福联盟他们主要也是帮助一些 有需要的一些儿童跟少年 是一个讲求需要帮助帮助 需要帮助那些帮 有需要帮助的人的 但怎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子的话 到底有没有站在这名社工的背后 做他的后盾 其实让大家也是非常的质疑 对因为其实儿福联盟 他们第一时间有强调说 社工都是如实的回报 而且呢也都有回传照片 所以大家也很想问啊 那到底如果是这样 如他们所说的话 问题出在哪了 儿福联盟办公室 墙上贴着各种与孩子共创美好世界的字句 对比委托保姆照顾小孩 却发生内同致死的离谱情况 令人唏嘘 更质疑是否内部状况早就出问题 有觉得很对不起小朋友吗 负责开开的全新社工 日常要负责十几位个案 包含访续电话联系 接着将工作向上回报 上层再分为督导以及组长两部分 一位负责行政管理 一位复合个案状况 而督导底下约有二到五名的社工 手上共有五十多位个案的小朋友 被怀疑机制可能有缺陷 社工有回报 却没早一步发现 儿福联盟对外强调 记录上诚信社工都已规定回报 也没有造假 那问题出在哪 儿福联盟的脸书 撤下原本孩子天真乐开怀的照片 换上全黑页面 他们低调更换 希望民众不要把仇恨的情绪 转接到其他活动上 儿福联盟在2019年 买下内湖之中大楼的 其中一层当作办公室 不过他也被人提出局议 有一年居然只有支出 百分之四十八用于服务 儿福联盟过往的状况 也再次被人放大检视 像是砸三点七亿 买下台北市内湖的办公室 以及用于服务的支出 低于百分之五十 那是四年前的事情 那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就全力以赴来 做那个推动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的支出 跟我们的收入 我们支出都大于收入了 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中 儿蒙董事长林志佳回应 过去受的外界质疑 已经立刻改进 不过一岁时隔月大的凯开 经由儿福联盟委托的流姓保姆 接手照顾之后 如果都有如实向上回报 那到底哪个环节出差错 是以人为疏忽 还是保姆姐妹俩 只手遮天蒙骗射钩 才错过救孩子的关键时刻 TV热情关系人叶俊调报导 好我们刚确实有提到说 保姆这个角色 在整起案件当中 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他等于是直接的虚报着 那他们到底 这个心态上是如何呢 其实他们之前有被起底说 他们是不是之前 在做保姆者之前 是不是也有做这个幼教老师 而他们整个身份 也现在被网友来揍搜出来了 包括他们照片 现在也都曝光了 那他们就看到说 这个网友肉搜 这个刘姓保姆脸书 发现他们好像不是姓刘 就有人质疑说 是不是姓沈呢 那为什么要改名字 改姓氏 他改名的动机是什么 是不是曾经也有 虐童虐而过的记录 那么呢 这个死者就是凯凯的家属的朋友 林佑生 他们就有些就发现说 他改名啊 其实是应该是因为 欠钱躲债的关系 不过呢 他们的家属 也在当天的招魂医师就发现说 这个保姆的家里面 怎么会有这么多吊杆 还有一些海陆的帽子 回想当天看到 凯凯被绑住的这个照片 整个状态呢 让他们觉得手法实在太专业的 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而且呢 这名保姆其实一直都是 幼教相关的 照顾育儿的 怎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那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就医生来谈到这个儿虐的问题 还有这个背后成人虐待儿童的心理状况 那这个医生黄轩呢 他就说台湾平均每天都有36名的孩童遭受虐待 而他们就分析涉案的成人背后的心理原因 其中四大因素其实就跟社会因素是非常关联的 包括呢 他们会想要发泄压力 到底是为什么要想要发泄压力 主要是因为可能在生活或工作上面 面对很多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排解 就把压力宣泄在孩童身上 另外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控制他们的情绪 反而来用来虐待孩童 也有人提到说是扭曲成就的问题 扭曲成就就是 他有可能在社会或是经济上面 可能地位他自然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呢他觉得他比孩童高一等 就以虐待孩童的方式来获得成就感 最后呢就是满足他的心理变态的这个状况 那该怎么预防呢 现在呢医生也提出六大的策略 第一个就是要提升公共的意识 这个专业人员的培训 学校还有家庭的支援 法律政策 还有整个社区网络的支持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要改善这个虐儿的状况 其实并不只是法律的问题 也是整个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这社会安全网也牵扯到非常多的东西 光是这医生就提出这六大的面向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现在国内我们平均每天都有 36名的孩童遭受虐待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 只是一岁凯凯这名男童碰到的状况 其实每一天都还有非常多的孩子 遭受非常残忍的折磨 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 36个只是我们目前统计出来 有被登记有被通报的状况 会不会还有更多的黑数 更多的孩子目前也活在这个阴影 活在像这样子备受伤害的角落里 确实光是用想的用听的 都觉得相当的心疼 这小朋友 那当然现在呢说到这个健全社会安全网 也不是一蹴可及吗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观众朋友 有朋友也讲了蛮多的 上市观研究说 保姆的问题是最大的 那也有兴致就说不要打马赛克 这其实网路上讨论度也非常高 那其实现在网路发达 所以大家其实很容易就会肉搜出来了 没有错 然后还有说 是不是这个保姆曾经洗名字 我们接下来就靠李杰 再持续来帮我们追踪了 今天谢谢李杰 谢谢作恒 谢谢大家 好 其实我们刚刚呢 讲到这个肉搜的话题 那现在呢这保姆啊 大家也很关注说 他们现在人在哪呢 那么最了解呢 他们现在是被关在 这个台北女子看守所里头 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 那他们在里面吃什么呢 那么说他们里面呢 是吃了有炸 酥炸的腿排啊 还有一些呢 像是呢 这个其他的食物啊 就说这对比当初 他们怎么对小男童的 这样子是不是差别太大了呢 姐妹两人分别在 一月和二月被收押禁件 但看守所的生活 和被虐致死的开开相比 显得舒适许多 流行保姆姐妹两人 是双双遭到了积压禁件 不过呢 因为他们是同案的被告缘故 因此呢 必须要分设防来睡觉 就是要避免他们有串阵 串供的嫌疑 他们各有三名室友 而且运动的时间 也要和其他人分开 保姆姐妹党的三名室友 是诈欺毒品相关案件的被告 不过因为都积压禁件 不能和其他人接触 大部分时间都在设防里 13号的三餐曝光 早餐吃芋泥包子和豆浆 午餐是酥炸腿排 蒸蛋虾米青江菜和山粉圆汤 晚餐则有卤肉饭 蒜香银芽 茶叶蛋和排骨萝卜汤 每天晚上九点席灯 睡觉时间多达九个小时 另外还有三个小时可以运动 在设防内也能看报纸 对比他为男童搜水虐待 在看守所内不止三餐吃得好 还能睡到自然醒 虐童案曝光后持续延烧 已经到了人神共分的地步 也传出保姆出租的房屋 有房客曾听到凯凯大哭求饶的声音 但最后没有报警 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当自责 也有其他邻居发现异状 认识保姆的民众都说 他们家经济状况似乎不差 有房可以租人 但他在家虐待男童 假认声称不知情 引起踏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其实在第一时间 被带回调查的是 还有保姆的丈夫 那么他们都坚称说 完全不知情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就起人疑斗啦 因为有可能说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对保姆所做的行为 完全都不明了 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吗 那他们现在也同样被起底了 说曾经是这个海钓船的老板 船身是两红色停在淡水 鱼儿码头相当显眼 这艘就是涉嫌 虐同流姓保姆丈夫的海钓船 明天准备去钓鱼 先来看一下那个准备东西 就发现奇怪 怎么船头有冰浪汁 船头被人丢冰浪汁 连甲板上都有 似乎被发现身份后 有人气不过 而涉案的流姓保姆的丈夫 自称是士官长 经营海钓船 在网路上标榜最新最齐全 有多年的经验 在淡水也小有名气 这艘娱乐海钓船 要价约300多万元 船舱的门还贴上两张 陆战队两棲捐收部队的贴具 但有其他钓客对外抱怨 保姆丈夫他有个性 不容易相处 但保姆的丈夫到底局不知情 住在家中的南童凯凯 遭到虐待 前保姆在脸书发文 透露在招魂当天 在保姆家看到吊具 埃军陆战队的帽子 让他怀疑涉案的 不止保姆姐妹俩 因为流姓保姆和丈夫 儿子还有婆婆跟外傭同住 第一时间丈夫被带回 坚持不知情 事后直到外傭拍下关键证据 才让恶劣的保姆遭到收押 因此检警也不排除 这次约谈网姓丈夫 明明是同住的一家人 连其他公寓住户都曾听到 孩子哭声 但流姓保姆的丈夫 则推称毫不知情 这说法难以让外人相信 是真的没回家 不知道还是害怕自己 也卷入风波 企图帮忙掩盖更多证据 恐怕需要更多的调查 才能理清是否真的清白 TTV越新闻成员 叶军台报道 好这件事情引起全民的愤怒 我们看到就连其他的 相关儿童福利的机构 也同样被牵连了 好无辜 好因为现在就说 其实他们本来经营 已经蛮辛苦了 像是受到疫情 以及通膨和年改的冲击 所以本来在资金来源上 就比较吃紧一些了 主要就是靠像是政府的补助 或是一些善心人士的捐款 只是现在面对这样的争议呢 就连很多的像是同样 类似的名字呢 都会被误会说 是跟俄盟同一个单位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接到电话 质疑他们的善款 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利用 那反应的其实是 现在社会大众 对于相关的机构 是产生非常大的不信任感 可是偏偏需要这样帮助的孩子 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看到全台呢 八个团体就可以进行出收养呢 现在呢 卫福部他们呢 也既重化了 说呢要来暂停 俄盟先新收案 那其实呢 有480 68名的儿童 他们本来是要等待收出养的 这当中我们看到 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就有大概是200人 那现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呢 卫福部又说俄盟不能新收案 一直要等到他们有新的提案 能够改善才能够重新再收小朋友 而福联盟发给内部社工信曝光 说看到诚信社工上靠那一幕 震惊心碎也悲愤 强调不会让员工独自一人面对 感性喊话 但卫福部已经看不下去 卫福部态度硬起来宣布禁止 儿福联盟再接新出养业务 已经在走程序的要求 每和县市政府得更积极访市 不过以目前全国带出养孩童来看 468人中三岁童以下约200人 光儿福联盟手上就有115案 占比高达24.5% 但到下午4点还是没收到公文 他们的检讨报告已改善的作为 再来看情况 再次情况是不是要恢复 如果最终还是得停止接案 出养收案压力将落在其他机构身上 而福联盟一旦禁止所有的出养工作之后 就会涌入到其他的机构 其中就包含了中益 而其他还有像是扇木立新等 7家机构 全台湾都有服务 出养同可能是北部 不出发动地区的转接过来的案子 社工负荷已经有点 已经是已经蛮吃紧了 小天使坦言 现在80案人力很紧绷 很难再收新案 深爱儿童之家强调人力很少 处理出养行政程序 只有4个人 加利利则说自己在台东 收别县市案子比较难 初步评估影响比较小 但小一家机构 社工负担加重 缺工恐怕 雪上加霜 而某485名员工中 超过精神都是社工 专载担心 长时间停止出养业务 不只会重挫士气 恐怕也影响生计 铁片新闻谢文翔家庭台北长保导 好常看到这种事情 我就是想说如果早一点发现 是不是真的会比较好 结果就会不一样呢 因为其实在之前似乎就有征兆了 这位保姆他是在 2022年10月份的时候 才重新领证的 那男童在入住前的时候 按照规定 确实会有一些访试的动作 那这个男童 他是去年9月份才入住的 9月26号的时候 是入住后的第一次访试 当时说完全依照规定也有资料 而且呢 调出来发现保姆雇了5个小朋友 也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就出在 曾经有一位妈妈 她投诉过 说小朋友突然出现 屁股红红的状况 那就说那时候以为是虫咬 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征兆呢 而现在北市社会局也坦言 他们有缺失要来检讨了 因为就说事件后 才立即对保姆的家庭做访试 那当时呢 他们曾经呢 是保姆没有被羁押之前 对整个过程呢 都是说不回应或说不知道 那直到韩文地检呢 提供希望提供更多的资料 做调查报告依据 他们认为说检方当时说侦查不公开 没有提供更多的资讯 所以现在台北市也因为这起事件 就开始提出一些内部的检讨了 他们提出了有7项的检讨作为 可是呢小孩拼骨红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就已经代表说保姆他是有前科的呢 那么他们提到是说当初家长把孩子转出 不是因为认知到保姆照顾的不好 而是呢认为说这个照顾的理念上 彼此有一些可能没那么契合的 因此呢就没有主动的认为这件事情是受到虐待伤害的 但当然呢整起事件呢 北市跟新北市现在也非常的尴尬 因为这小朋友他是新北市人 可是他受托的地点是在台北市 所以现在也掀起了自家人互相的质疑 因为像是台北市议员陈炳甫呢 他今天就跟男童的家人一起出面 就说新北市府没有作为 而另一部分呢台北市的议员中佩君 却说他认为台北市长蒋万安应该要做得更好 周瑜忍无可忍 虐头案事发至今三个月 抨击当初转介出去的新北市府 看不到任何作为 同属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炳甫 不想再互短 不知道新北市府这样的回应 能不能让陈炳甫消消气 因为他说事情曝光后 新北市府一点动作都没有 还反败男童家属断章取义 不承认有书师 来因自家市长自己骂 台北市长蒋万安 同样被自己人K得满头包 这中间两个多月的空窗期 市府究竟有没有更高层级 掌握这样的情况 社会局有没有往上回报 我也要求蒋万安市长 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 才能够重置 台北市议员中佩君说得委婉 但在脸书上措辞严厉 要求社会局谁该负责就下台 中佩君原本通批蒋万安 好不容易拿回政权 却以这种态度执政 愧对市民 只是后来却改为 身为执政党议员 我感到愧对市民 台北市社会局长为社工哽咽发声 却逃不了蓝绿共事 要求引就辞职的命运 总共两年拿了我台北市政府 将近一亿的标案 你跟我说 你跟俄府联盟不熟 局长应该为这件事情下台 虐童案犯众怒 来因这回炮口对内 打得比绿营更勇力 TVBS新闻华少平DP 台北报道 好那现在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有关于社工的部分 他们的工作啊 真的是超级的繁琐的 因为我们就带您来看到呢 像是初次房市的评估报告呢 要做之外 还有评估报告延伸出来的一些行政流程 同样也要做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繁文入竭的 另外还有每个月也要做家庭访试 打电话啊 还有服务的对象家属 延伸的也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哦 还有机构评鉴等等 你看杨洒洒有十点 这都是很基本的很基础的 甚至有些呢是在机构里头 有些杂事他们可能要处理 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或是家人就在当社工的 也可以欢迎来帮我们补充留言 那这么辛苦 还有可能要随时有遭到公审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 是2021年的时候 有一位次亲师傅 他就指控说他11个月大的女儿 遭到高雄一名蔡姓保姆虐待死亡 好那说出来 真的也是大家都开始群起的围攻 这位保姆去灌报他的脸书 甚至肉搜啊等等的 结果检发丢查之后呢 哇 案件大逆转耶 因为发现这个根本是 他的父母吸毒 导致小朋友吸到太多的毒烟 才会产生副作用摔倒死亡 那保姆好不容易成冤得雪了 可是他的清白 恐怕已经没有人能够真的还给他了 因为他在这期间当中是 暴瘦了10公斤 也不敢再当保姆了 那丈夫呢 甚至因为此件事情 也连带影响到他的工作 所以现在很多的资深社工 也跳出来捍卫 说现在大家在检讨社工 恐怕对他们真的是不太公平 也认为政府给予的资源实在是不够 年资超过20年的社工出面阐述 各案要结案 但如果没结案 下个月还是有先进求救案件 难道不用接吗 而家访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工作 我要做很多资源的串联和沟通 去做整合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社工工作的意义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想象 去家访就好 就说家访吧 很多时候社工根本进不去 2018年台中一个高风险家庭 四岁男童全身被热水烫伤 家人却没将他送医 直到好几天后 男童失去生命迹象 妈妈才打119 送医后回天罚术 事后发现原来社区邻居 不止一次打过113110 当时远景来查看 认为孩子没有受虐迹象 社工也跟岸家约访 人到了 妈妈却说孩子在睡觉 无法进门 又约隔天 同样说没有虐童 资深社工说 除了政府家房中心的社工 有一定公权力 大部分公办民营 委外执行家房中心业务的社工 有时连进岸家大门都难 就算能进门 也潜藏危机 社会国家到底对社工有哪些期待 在社工眼里像是被渔虚 不止工时长 负荷量大 没有社会地位 而薪资 就算拼命争取 在机构 可能还要被回捐扣掉 资深社工难过 这条路他还是愿意走下去 但国家要给资源 社会要给信任与支持 别在每次出现重大而虐实 只拿社工当标吧 TVBS新闻赖重荣 红彩轮台中采访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这个台中有一名骑士 好无辜 因为他在上班的途中 明明他是乖乖的遵守交通号制 就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被轿车从后方追撞 那么现在这名骑士 他是脑死的状况 家属也相当的愤愤不平 那这个肇事的这肇事者呢 他的理由是说 他一时恍神才会铸成大错 诚信骑士看到路口红灯 减速乖乖停等 没想到两秒后 巨大的撞击尖锐刮地声 诚信骑士瞬间被推撞到对接 另个角度排到诚信骑士停下等红灯 后方白色轿车逼近路口 车速还是相当快 直接追撞 独如其来的冲击 诚信骑士毫无防备 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后宣告脑死 他直接推下去就直接 骨架就凹成这样 那要不在中间还夹着一个人 那骨架直接就没了 我问你是为什么夹是我弟 陈大哥再也忍不住泪水 好好的人早上出门上班 再接到消息确实恶靠 要怎么接受 因为他后面他而且他夹数 这没什么时候接受 我心心疼疼 小孩这么大 花一个字就没了 陈妈妈说儿子今年6月就要满30岁 在细品上班 家里三个兄弟他排行老妖 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感情很好 哥哥们痛失手足 只想问白色轿车的驾驶到底在干嘛 路口说又不减速 开车又不看前面 然后当时又没有什么逆光 又不是下雨天 离家两三分钟的路而言 那我就没了 肇事路段在台中西区 中明南路五全五街口 成型骑士的机车从中间断裂 往内凹成一块 避震器排气管也断了 事发在12号早上6点多 成型骑士一如往常 要骑去大雅上班 肇事的驾驶 41岁的李姓男子 开着租赁车 再一名女姓友人 向警方宣称 因为恍神分心没有看到诚信骑士 但当时路口早就孔登 远远就看得到 难道都不用减速吗 TV新闻将军罗欣 台中报道 好同样也是称自己恍神 就是在花莲 有一名驾驶呢 他开车撞击了一旁大楼 底下的一整排机车 一下就是六辆机车 和一辆自行车全倒 像是在玩骨牌一样 但是这个不好笑 那么这一个驾驶夸张的点是 他只扶了其中一辆机车 结果就肇事逃逸 驾驶在马路上越开越偏离车道 直接撞击路边的机车 一整排东倒西歪 有如推骨牌一般 驾驶发现闯了祸 下车查看 扶起一辆机车之后没多久 居然直接开车离开 回到事故现场 被撞的机车 车壳破裂 车牌分离 这起兆逃事故 发生在11号晚间9点左右 王姓驾驶开车行进花莲吉安 人里一街 撞击一旁停在大楼前的机车 造成6辆机车和1辆电动自行车毁损 他这个 这台他 那个 住户是打算要 这台要报废 直接报废了 报废 问题是 对方到底能拍拖什么 不知道啊 现在的那个零配件就那么贵 机车毁损严重 只能报废 还有些人不知道车子被撞 保全也协助贴单提醒车主到派出所 而致命驾驶警方巡现在案发后 两个小时找到人 哈公称因为一时晃升才会撞车 当时太紧张只想赶快回家 驾驶造势逃逸 无人受伤 而未依规定处置者 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62条 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还 驾驶撞了车没停下来处理 现在不只面临罚还得负担7辆机车的赔偿 TBS新闻高志宏 陈家同 花莲采访报导 好 接下来这个是明明自己违规在先 但是却很理直气壮 有一名驾驶他围停在人行道上 当然就有民众想要拍下来 可能之后要检举或是要警告他 但是他也非常的生气 不断的要来阻挡 那么现在警方也说 他会依照这样的影片对他开发 穿着黑色上衣的驾驶不断质问 让拍摄影片的民众有些害怕 只是明明驾驶违规在先 态度却很强硬 7号下午2点多 桃园延平路上 民众陈先生走在人行道 这时突然有一辆速度很快的乡行车 紧急刹车停在他面前 把他吓了一大跳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驾驶挥挥手说 前面有黄线有临停车格 你要不要去停那里 结果驾驶不理我 他就下车直接走了 男子好心提醒驾驶却不领情 他拿出手机录影 这时驾驶气氛的冲上前 叫他不要拍 他就一直直问我要干嘛要干嘛 然后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怎么违规的人还可以这么大声 你不要停在人行道 那你手机先拿走拍 那边当什么检举搭了 虽然最后驾驶将车辆 往前开到黄线临停 但是 他把车子开走的时候 他还故意贴我贴得很近 车子就从我旁边咻 很近的就刷过去 也没有考虑到会不会插转到人 虽然没有发生碰撞 但还是让陈先生感受很不好 借我检举后 将依道路加装处罚条例 第55条规定 在人行道临时停车 储清台幣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罚款 对于围停行为 警方将依法开罚 民众提醒却被呛吓 相当无奈 铁别新闻 林志伟 陈嘉童 桃园 采访报道 还有很无奈的 这不知道该说是 这个在路上行驶的 计程车司机要无奈 还是驾训班要无奈呢 因为有一名计程车司机 他就遇到说前方有两辆 是驾训班的训练车 不断的是鬼切又急杀 让他自己差点都要被夹杀 吓了一大跳 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违规影片 警方说要开罚 可是偏偏呢 这两名路考的学员 当时都没有通过 那也庆幸还好 他们可能没有通过 那么现在驾训班 可能就是要被开罚的对象 经常车开在内线道直线前进 右前方驾训班教练车 突然鬼切进来 越靠越近 问奖极案喇叭 好不容易闪过一步 到路口又来一步 考照中的教练车 开到一半突然停下 计程车跟着急杀 一分钟内被两部教练车夹杀 混讲忍不住发火 学员上路口罩状况百出 坐在副驾的教练肯定也狂冒冷汗 幸好没真的出意外 事发在11号下午一点多 高层志区大顺路段 距离驾训班大概一公里左右 开出去不到五分钟 车流多 旁边又是轻轨 新手驾驶明显有些慌乱 魔王大官道路驾驶 考验的是实际上路后的临场反应 当天两名学员都抽到A路线 路口双双卡关 依照道交法规车辆只有在超车时必须离让教练车 新手驾驶上路练车违规还是得开罚 没打方向灯占用转弯车道两条加起来最高可开罚5400元 TVBS新闻时刻课程高雄报道 好我们观众朋友呢这个回响也非常大 有人说火气很大 但是接下来呢可以让大家比较心平契合一点了 因为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在大巨蛋了 现在呢中信兄弟要在大巨蛋开幕战 这票价是终于出炉了 很多人是不是也是相迷呢 因为我也是 好对比先前卫权龙的开幕战呢 最贵是内野的热区要来到1880元 兄弟是多了VIP席要3500元 这样的价格大家会想要去买吗 因为卫野席呢其实也比卫权龙还要贵了100多块 中华职棒所有球团的啦啦队们接二连三 公布新战力新成员 毕竟作为应援区的重要角色 要让球迷的观赛体验加分 票价势必也会有所调整 中信兄弟在台北大巨蛋的开幕战 票价出炉了除了应援区的1880元之外 还多了VIP席3580元 可是以最高票价来说 是比卫权龙还贵了将近2000元 如果有喜欢的队伍是可以接受 VIP有3580元 可能对棒球迷来讲应该还OK吧 比一比两队的开幕战票价 内野热区都是1680元到1880元 但外野席就略有不同 卫权龙外野席全票500元 中信兄弟则是680块钱 毕竟大巨蛋的场地营运费 也不是小数目 对球迷来说 避免风吹日晒雨淋 也会提升官赛体验的感受 种种考量可能就反映在票价上 但现在市场上也传出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估重量 有意愿要拿下台北大巨蛋BOT案全力转让 持股五成 规划作为中信旗下球队的主场 甚至传出软银正大捕风各出20% 就连亚洲天王周杰伦也有意入股1% 未来我想我们还是会朝着我们自己自己 然后目前我们既然是BOT的旅乐厂商 就按照契约里面把大巨蛋经营好 不过反观桃园棒球场 却无法赶上中华职棒的开季 因为球场内部相关工程还在进行 经过勘察确定无法在3月底使用 这一季前6场都将北漂比赛 也是球队14年来首次开幕战不在自家球场 TVBH中英文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好最近说是因为亲安贷款的关系 所以青年买房的比例也增加了 观众朋友你买房了吗 那么不只是台湾 包含新加坡也针对青年的部分 提供了一些优惠 像是组屋你买它的话 补贴是高达到新台币439万 可是这样一来也造成房市出现了供不应求问题 公司担任软体测试主管 28岁的Shamilla去年花费约新台币3300万 买进新加坡市中心一房一厅的公寓 不过光头期款就得先付826万 去年2月新加坡调高首购族津贴 组屋最高补贴新台币439万 导致公不应求 越来越多年轻人转为购买私人住宅 新加坡地产公司 针对3.7万名购屋族进行调查 发现私宅买家年龄中位数从2015年的45岁降到去年的39岁 其中26岁至35岁的购屋族占比 更从2015年私宅总销量的9% 暴冲至去年的35% 虽然说新加坡的私宅的中位数高达台币3800到4000万 但是因为新加坡的平均薪资高达台币15万元左右 他们的薪资来购买私宅的话 其实大概是等同台湾人购买1400万左右的一个房子 台湾买房痛苦指数远高于新加坡 不过在新清安贷款助攻下 近身有壳蝸牛的年轻人比例也越来越高 联征中心统计去年第四季 25到30岁30到35岁买房的比例双双增加 20到25岁虽然只有2253件 但继增率也高达28% 新清安贷款因为它的利率加码的关系 再加上它把贷款期限从30年拉长到40年 所以让很多年轻人涌入房市去买房 全球通膨一时半刻还难以降温 台湾和新加坡年轻人都想买房保持一元成家梦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其实大家看到刚刚是这个买房的议题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是拉拉队 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呢 这个拉拉队荣轩吗 好我会再跟他讲 大巨蛋门票 我刚刚有跟大家说真的很贵 3580 但是我本来其实是有要去看的 可是现在就是有点事情就不能 下次再来跟大家开箱大巨蛋 好那接下来带大家看到呢 是有民众哦 这也提醒你如果是四主的话要当心了 因为他是带着三只米克斯好可爱去街上溜达 可是呢疑似就没有牵好 那么呢这个狗狗看到其他小狗 非常的激动就直接暴走了 那也让旁边的骑士呢就吓到了 而且呢这狗狗一度是要来咬这骑士的脚 虽然最后是没有咬到惊险下装 可是呢现在这样四主可能要爱罚 骑士庭的红灯 这时一名富人牵了三只狗狗来了 但这马路才过到一半狗狗突然时空暴冲 拖着四主往骑士方向狂奔 四主尖叫声的人阻止不了狗狗 不断做事要攻击 但还好骑士反应也很快 把踏板上的狗狗拉起来 还好人跟狗都没被咬伤 而差点闯祸的四主是他 你看 我很怕碰到人 他们会很凶吗 要暴冲 他们是流浪犬 然后他们对人都很好 可是他们对狗就不太好 所以冲到狗我就好害怕 我就给他逃 赶快逃领 都悬在套拥到 太阳震大的时候出外遛狗 因为四主自己也知道 他养的狗不好控制 自己力气不够根本拉不住 赶快跑赶快跑 碰到狗狗失控 冲夫人只好使命拽住千神 而平时都会在高雄 流行音乐中心附近六狗 12号下午一点多 疑似因为这狗遇到小狗 导致三姿米克斯太过兴奋暴冲 但这背后有洋葱 他们从小流浪吧 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还是会很干扰别人 我很难过 一算分了我一共有六只 看到这么多只大狗 怕狗的民众大多都会闪远一点 但这回歧视是停等红灯 这狗自己冲过来根本无处躲 要是被咬伤了 可是要挨罚的 弥克斯因为长相不讨喜 是台湾街头常见的流浪犬之 富人好心捡回家饲养 但流浪犬个性已经定型 较难教育 宠物业者建议除了不要同时遛狗之外 最好佩戴狗嘴套避免狗狗闯祸 提变新闻周历龙玄高雄报道 狗狗差点闯祸 但是这个猪也可能会闯祸 是在国道上有驾驶开车开到一半 突然目击到前方的载猪支的车辆 上头一只大猪就这样一跃而下 他吓坏了 因为当时也很怕说会直接撞上了这只猪 还好最后没有砸到路过的车辆 驾驶在国道上面看到前方有一辆载满猪支的车辆经过 但其中有一只猪特别不安分 把头跟前只伸出车外之后 还看到他不断的扭动 原来他企图想要奔赴自由 而地点就发生在国三久如北上路段 在今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 有民众拍下了这一幕 国道上载的这个猪支的车辆 其中有一只大猪竟然一次受不了了 竟然是直接跳车 头部着地之外还翻滚了好几圈 但还好后车跟他们保持有车 居然没有人车被砸中 拍摄影片的驾驶表示说 当下他其实有企图想要跟前方的驾驶反应 但对方不理直接把车给开走 留下猪支在现场 只知这头猪奔赴自由代价可不小 因为过去也曾经有很多大猪在国道上跳车的事件 国道警方也表示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可处汽车驾驶人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还 如果造成人重伤或死亡 还要被吊扣或吊销驾照 宜兰苏奥渔会在上班时间遭到一名陌生男子闯进去 甚至是要举起红龙柱来打员工 情绪一来谁也挡不住 完全不管一旁有其他人力气超级大 直接举起红龙柱冲出来就想往别人身上砸 一发现有危险员工赶紧闪躲 用手阻止并大声喝斥 你想做什么 我就喝斥他 然后你瞪着他 然后之后他就眼神突然 反正很凶恶 然后之后就转了下来 就是这几句话起了效果 对方退缩了默默放下武器 只是明明根本不认识 怎么突然一个不顺心就坐视攻击 一名男子身穿蓝色上衣 11号早上7点多从停车场闯入宜兰苏奥渔会 试图随机伤人 而这个时间刚好是员工的上班时间 保全也忙着顾进出车辆 其中一人差一点点 就无辜被打 整个过程大约12分钟 嫌犯发现没得逞才离开 门厅这边都已经有安涉警铃 如果说突发状况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连线到警政单位这样子 还好当下员工勇敢 当场把人驱离 但就怕他再次出现 影响其他人赶紧报警处理 以初步掌握该名男子身份 并持续追查 离清现场案发原因 只是上个班也得提心吊胆 怎知哪天陌生人又趁续闯入 员工民众还是自己提告警觉 TBS新闻简单员身份宜兰采访报导 好艺人菲尔乐团FIR的前团员阿沁 他的妻子同时也是网红花花 现在被警方查获他持有毒品 1 2 3 对镜头露出甜美笑容 乐团FIR前吉他手阿沁的妻子花花 才在11号的新歌记者会上露面力挺丈夫 但过了两天却惊爆持有毒品 被警方逮捕 情是因为刑事局执行安居速读专案 针对500多名对象调查 花花也是其中之一 13号专案小组前往他的台北住家 当场查扣大麻 也把他本人带回警局征讯 而阿沁本人也回应 开完会之后才知道警察有来 并表示花花是我太太 有什么事我们会一起面对 哈啰大家好我是花花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花花拥有亮丽外表曾经是模特 在2014年与大她14岁的阿沁结婚 曾经自爆罹患混合焦虑及忧郁情绪的 适应障碍症 在去年还PO出病例单 一度爆瘦剩下31公斤 如今竟然传出持有毒品 让人不免联想到 是否就是因为去年生病压力大所导致 有什么花钱要说一下 说明一下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提供毒品的人 被爆疑似就是在新店区有夜店大亨之称的夏天号 因为她也在13号的扫毒名单当中 随后就在早上7点多 在夏天号住家搜出大麻烟油 大麻巧克力 烟斗新石器等等 警方目前也把她带回分局征讯 将依毒品罪送办 并厘清毒品来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而夏天号被请回 不过持毒消息曝光之后 随后The Loop集团就发表声明 宣布集团营运总监夏天号 即日起辞去集团内所有职务 公司也同步接触他的一切职权 并强调集团坚守一贯反毒力厂 不过这一波扫毒行动才刚开始 会不会有更多大人物被爆出来 值得关注 TB的新闻林云展林云文综合报道 民众到新北市三峡的山区 赏萤火虫 赏着赏着没有想到 却发现了一具熔石 吓了一大跳 结果事后才揭晓 原来这是拍摄的道具 可是这已经要让环保局 对剧组开罚 河城旁边怎么会有一具腐烂的遗体 监视人员翻过封锁线 目测死亡时间至少三个月 下半身被杂物重重压住 双手被反保 警方获报不敢大意 就怕有人被拘禁 杀害气势 派遣大批警力到场 政府份局长 侦察队长 侦察队员 监视人员全来了 通知新北市警察局 监视中心支援 十多名警力 十二号晚间 深入新北市三峡 城府荒凉山区调查 只是监视小组 越查越觉得不对劲 容失腐烂到这种程度 没有异味 也没长虫 轻轻用手一搏 这边下面这边是保力龙 这个地方都是保力龙 我们把它翻出来 就发现它手骨上面都是一些螺丝钉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左边那边 后来我们轻轻把它翻开之后 发现里面都是保力龙 就是里面都是保力龙 跟塑胶所合成的物品 这样才派出说这句话是 这个这句不是真正的尸体 西北山区惊传容失案 在当警方发现旁边散落的物品 看到这个证物带 写着平邻市政府警察局 目前似乎没有这个单位 后来仔细回想 这东西似乎曾经登上大荧幕 原来这容失就是悬疑推理热门台剧 谁是被害者的容失道具 为了戏剧效果做得极其逼真 人体比例连牙齿都做得唯妙唯笑 环保局找上剧组 查出剧组当初是外包给别人亲运 但负责的单位却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理 后续将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开罚 最终可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 容失道具乱丢杉区 吓坏民众 以为走进了刑案现场 好在最后是虚惊一场 TVBS王金律一杰 新闻走走 河北宴郊的一家炸鸡店 在上午的7点50分 也就是上班尖峰时刻 是突然发生大爆炸 四层楼高的建筑几乎变成平地 而且波及到车辆和行人 爆炸声响后 右侧建筑冒出巨大火光和浓烟 13号上午7点50分 发生在河北燕郊的恐怖爆炸瞬间 被多辆行车记录器拍下 吓人的爆炸威力 让各种杂物朝四周喷射 一名红衣女子慌乱奔逃中 被从天而降的杂物 砸中了头部倒地不起 一旁轿车乘客则是被吓到汽车逃生 发生爆炸的炸鸡店 四层楼建筑面目全非 对比事发前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到 屋顶墙面几乎都消失 和废墟没两样 炸鸡店周边多栋建筑也惨遭波及 有整栋大楼玻璃破碎 另外街头上仿佛成了战场 漫天烟尘 多条道路有数不清的私家车 计程车玻璃破碎 车体变形被丢在大马路上 多处冒出明火四处都能看到奔逃的民众 河北燕郊距离大陆首都北京 只有大概一小时车程 上班尖峰时刻传出爆炸事故 引发国际关注 官方初步调查判断 爆炸原因是因为炸鸡店燃气泄漏导致 当地多家燃气公司到现场检查 官方紧急疏散周边500公尺居民 TVBS新闻张家宝 林敏珍 综合报道 好多观众朋友都说看起来很惊悚 其实河北的燕郊距离北京 大约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而我们在北京特拜也实际到了现场 发现爆炸之后宛如废墟 警察拦住外送员 河北燕郊这条大马路拉起封锁线 停满了消防车警车 因为一家炸鸡店气泡炸毁一整栋建筑 方圆500公尺范围都被封锁 早上近爆炸气泡或是被扑灭之后 还在闷烧 到下午还要农业不断飘出来 而且我们在这个数公尺之外社区 能够闻到浓浓的刺鼻的烧焦尾 居民怀疑燃气管线老旧致灾 但是当地的燃气公司称 一次是液化气罐爆炸 附近的老社区被气爆波及 多户门窗被震落 有住户用胶带客难的围住破口 整个社区到处窗户玻璃碎满地 老奶奶打电话求助亲戚 她的家满目窗移 要群求暂时借住 状况好一点的住户立刻找来工匠 丈量破掉的一整面落地窗 希望能够尽快修闪 没了党方的窗户玻璃 在河北现在入夜之后 只有零度这该如何居住 以及后续的修缮跟责任赔偿 令居民感到相当无助 以上TV新闻之光红陈永文 在河北宴交的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